第31题 以上实验我们了解金属与非金属的性质 限定准备五种元素 有些与课本相同 有些不同 甲、拱、乙、铜、铃、硫、硫、钉、钉、石墨、物、锈 请判断哪些物质可以导电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 金属元素可以导电 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是石墨 所以拱是金属可导电 铜是金属可导电 钉是石墨可导电 而硫跟锈是非金属都不可以导电 所以可以导电的是甲、乙、钉 第31题问我们说 请判断哪些物质可以导电 我们答案选的是C甲、乙、钉